看不怕缺水之苦 因为当年拒绝新建水库的新北市平溪临角里 这边的居民呢 他们每天花20分钟徒步来取水 而且还会自己接水管引水到家里 打开水龙头家里就有山泉水了 发动机车得先骑个10分钟路程 徒步走在山区小路 对临角区的居民来说 早期想喝个水就得翻山越岭 我们跟着临角里的居民来到了水源的山头 可以看到山泉水就一直往下流 而记者脚下呢就是一个水塔 一路连伸到山脚下会有一百吨的蓄水量 山泉水是临角区居民的用水来源 水汁有多清澈 看到里头的西哥和小石斑就知道 捲起袖口摇水 每天用水得装个两大桶 甜甜的 跟一般自来水不太一样 大口大口喝没再怕 但现在想喝水不用再跑到深山里 居民团结起来接管线存水 每个出水管的高低都一样 出水的管径大小都一样 不分大小大家公平 接水管排排站一只代表一户 提供给附近31户使用 最多可供应61家 打开水龙头就能洗菜洗水果 但每家都一定还会有两吨的水塔 以备不时之需 有水塔还不够 知名自己当起水电工人配管线 像水管主干就是山泉水流进 很像的就是自来水管 万一遇到七月旱灾 就能应急约两个月 山泉水没有的时候 自来水管要把它打开来使用 这时候有个开关 我们平常就是不会打开来 全海水情拉紧报 山区居民靠山泉水 自给自足度过危机 东正才一新闻 小韩瑜伽好 新北市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